二阳后睡眠质量变差对我们很多朋友都有很大的困扰 那么有没有什么食物让我们入睡更快 帮助我们睡眠质量更深更长 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话题和露大家好 我是特贵医生 第一个食物就是我们说的坚果 坚果类当然包含很多 那在这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八弹幕 腰果还有开心果这四种坚果 开头的杏仁跟我们中药讲的那的杏仁还不是一回事 这个杏仁也叫八弹幕为什么能够住眠 理论上讲除了它含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这个纤维素和抗氧化剂以外 它还有比较丰富的退黑素 退黑素是帮助我们身体入睡的 调节睡眠和清醒节律的 通常是在晚上九点钟以后 灯光灰暗以后大脑就开始分泌这个退黑素 所以任何促进退黑素的都会有助于睡眠 还有哪些食物可以促进退黑素 我们继续往下看 动物实验发现 如果给小老鼠喂400毫克的杏仁的话 它们的睡眠就会更深更长 对我们人来讲 睡觉前吃一小把杏仁就够了 那么第二种就是在睡觉前喝一些有助于睡眠的茶 这个茶有两种 一种叫做羊肝菊茶 这个羊肝菊茶它也含有很多生物类黄铜 也是著名的抗氧化剂 据说会减少我们身体产生炎症的风险 最主要的是它含有一种叫做芹菜素 这个芹菜素跟我们大脑里的受体结合 它能够促进睡眠 有研究发现 如果你每天晚上都喝270毫克的羊肝菊茶 连续喝28天的话 你的入睡时间要比不喝这种茶的人要快15分钟 显然这个作用不是马上就有的 如果您想试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一定要坚持一个月以上 那么才会看到它的好的效果 还有一种茶叫做西番莲茶 跟刚才说的羊肝菊茶很类似 它也含有芹菜素 这个芹菜素跟我们大脑的受体结合 促进我们的睡眠 它比羊肝菊茶还有更多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嘎巴胺基丁酸 胺基丁酸这个神经地址 我们在以前的视频里介绍过 大家可以参阅 这个嘎巴胺基丁酸也是促进我们大脑镇静和睡眠的 有一项研究就评估了连续喝7天的西番莲茶的人 他们的主观报告都是他们的睡眠质量更好一些 所以大家不妨试一试 还有一类食物 它是富含色胺酸 是一种胺基酸了 那色胺酸它是我们退黑素产生的一个前提 所以色胺酸的含量高 退黑素的产生就会更容易更多一些 有些食物是富含色胺酸的 比如说牛肉 富含蛋白质几乎是没有脂肪的 那么它还富含色胺酸 所以有的人火急大餐以后就会犯困 其实就跟这里面的色胺酸有关 大家在晚餐要想选择一个好的动物 蛋白又比较健康 又能助睡眠的话 那么应该是牛肉 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听到的 就是白米饭 白米饭里面还是含有很多的色胺酸 另外它的含糖量也偏高一些 所以大家吃了这个面包 甜点或者是米饭以后就会犯困 主要就是因为血液里面糖的水平升高了 糖的水平升高 它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这个色胺酸 色胺酸是我们身体里面血清素一个重要的成分 而血清素又是这个退黑素的前提 所以血清素还会帮助睡眠和改善情绪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喜欢吃糖 吃了以后心情就好 就是因为它给我们这个身体 带来了更多的色胺酸和血清素 那么如果您在睡觉前吃一点也可以 那么你说我不想吃米饭 我想吃一点更健康一点的 那你可以吃猕猴桃 猕猴桃也有同样的作用 同时猕猴桃还含有很多的抗氧化剂 它也含有色胺酸 对睡眠也是有促进作用的 也可以喝牛奶 因为牛奶里面也含有这些色胺酸 还有奶酪这样的奶制品 另外就是燕麦 你用燕麦来取代大面 那么它也有这个促进睡眠的作用 另外在我们这个晚餐当中 你还可以增加奇亚子 它含有脂肪酸欧米加3 特别是DHA 它对我们身体产生退黑素有促进的作用 另此外维生素D 我们很多朋友维生素D缺乏 其实维生素D对我们的睡眠 对我们的退黑素的产生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说你晚上睡得多好 跟你白天接受了多少阳光很有关系 最后就说一种饮料 就是樱桃汁 这个樱桃汁里面含有很多抗氧化剂 像花青素等等 另外它还含有比较多的退黑素 所以黑一点酸樱桃汁也会促进睡眠 最后总结下 我们把自己的肠道顾好 其实对于我们血清素退黑素的分泌 还有我们的睡眠品质肯定有帮助 所以中医在讲卫不和 择卧不安 它是有这个道理 不管怎么样 首先大家要愿意在正常的时间 晚上11点钟以前 要去主动地去休息 那睡前要有充分的准备 洗个热水澡 把灯关了是吧 不要去想白天的事 也不要去想明天的事 安静放松 睡着睡不着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躺平放松 在这个基础上 这些饮食方面的调整 可能会让你休息得更好 但是所有这些方法 都不是像吃药物一样 马上就产生作用的 你一定要坚持一段时间 让身体有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如果大家在这方面 有什么高见和体验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